大家好我是乙元 这个影片是上个影片的补充 那个大佬三兵的画面终于出来了 第一个三兵的账号就是用4E战利的账号 全部兵都删完了 这个账号就比较少T4全部都是T5 还有少部分的T1骑兵 这个账号也就是原本搬力的账号 不过这个影片是搬运过来的关系 所以画质会比较模糊一点 后面会比较清晰 这个账号剩下的资源总共有80.5B 相当于805亿 剩下的宝石也不多 看来他在之前就已经考虑要弃坑了 那么他在把兵全部都删完之后 就把住房统帅更换成守护者 还有神色守两个绿色的统帅作为住房 那可以看到他是没有开书包的 在完成之后就退出联盟了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5亿战力的账号 这个账号的战力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宝石也比较多 比较起刚刚第一个账号 这个账号的T4会比较多一点 刚刚第一个所看到的账号骑兵会比较多一点 这个账号步兵是比较多的 然后这里的资源比较起刚刚第一个账号稍微少一点点 不过还算是很多 总共有772亿 当他要删除其他兵种的时候 才发现到自己的部队还在训练 所以他就用宝石快速训练 然后再继续把剩下的兵全部给删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账号清光之后 也是一样把住房统帅换成守护者跟身射手 最后打上一个联盟标记 让大家去掠夺他的资源 以上就是他删除部队的过程 那这边的记录全部都是我从画面上看到的 这两个账号的资源总共加起来有1577亿 不过在我发布影片之后 还有我去逛讨论区看到 有很多人都说这个玩家很浪费 确实他这样子玩是真的比较浪费一点的 但是人家有钱就是任性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